大家好,我是洪洋 现在正是芒果大量上市的季节 芒果具有热带水果脂王的美称 它富含多种维生素 它具有清肠胃、止吐、美化肌肤、防止便秘等功效 但是芒果虽然好吃 扒皮却难住了大多数人 芒果的种类非常多 常见的有小苔芒、贵妃芒、金芒等等 今天洪洋就根据不同的芒果 来分享一下芒果的小窍门 其实特别的简单 只需一根牙签、一根筷子就可以 现在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针对一下比较小的芒果 先用刀在芒果身上划上四刀 这个芒果皮一定要划透 接着我们用牙签 沿着划开的缝地平行插进去 然后来回的滑动 这样可以将芒果皮和果肉分开 其余的几个划开的口子也用同样的方法划开 接着我们再轻轻的包开芒果皮 真的是非常的轻松 并且芒果皮上一点果肉都没有 既简单又不浪费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直接吃了 这个果汁也不会粘到手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直接吃了 一根小小的牙签没想到还能起到这个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包一个中等个头的芒果 这里需要一个带有棱角的筷子 然后我们用筷子的边角在芒果身上 均匀地刮一遍 这样可以软化果皮 使果皮和果肉分离 然后我们再用水果刀在芒果的头部和尾部画个小圆圈 接着在中间再画上四刀 最后再把中间的皮拿掉 这样可以清楚的看到 果皮上没有果肉也不会流汁 吃的时候我们拿着两头吃 一点都不会脏到手 吃起来也很方便 特别的适合小孩子 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大芒果怎么吃 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就是用刀沿着果盒把芒果切开 然后再把里面的果肉横着划几刀 竖着划几刀 切好后把芒果向外掰一下 这样果肉就都露出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啃着吃 也可以再用刀把果肉切到盘子中 用鸭签扎着吃 都非常方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 记得在视频的下方给红杨留言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